新聞畫畫畫 我有一天在一個電梯裡面 然後有一個小姐跟我投訴 她說有一個有錢人也是女生 踩到她的腳高跟鞋 然後那個小姐就乾了一下 就說你怎麼踩到我的腳 她說你腳幹嘛放這裡 有錢人的心態是這樣你意料的嗎 自己都沒有錯啊都別人的錯嘛 我不是說有錢人都這樣 可是有些有錢人根本不在乎別人的你知道嗎 像這個老太太不就是這樣嗎 你剛剛講那個例子 共產黨也幹這種事 我舉個例子 以前那個叫有一個反共義士叫袁茂如 她那時候就回來就跟我們講這個故事 你年紀輕輕怎麼講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 因為她是第一個女反共義士 袁茂如我沒聽過 袁茂如 符茂的那個茂 沒有聽過我們聽過袁詠怡啊 也試開啊 因為那時候我剛回國 然後因為她是女的反共義士 所以政府就一直大力宣傳 她就做給她做了長旗袍 她出席任何場都穿長旗袍 然後坐下來的時候 你知道那共產黨很土嘛 然後就把旗袍後面一宣 因為怕坐壓到就會起咒 然後我們就全部看傻眼 哇會看到耶 對對對 然後完了以後她就說 那是紅衛兵嘛 她就說他們在車上 然後就踩到人家腳 然後人家就說你為什麼踩我腳 她說你的腳為什麼要放在我的腳底下 一模一樣 是 聽說這邊有一些復活的行為很特別 因為你看喔 剛剛這個老太太她的心態 其實就是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很多層面 如果我們講剛剛那個老太太 她的心態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如果她真的是有錢 那有錢你就了不起嘛 對 她覺得有錢 人家在想說有錢人是鬼推磨嘛 沒錢反被鬼折磨嘛 但是她有錢她去折磨別人 對 是不是 所以說你把你自己的快樂 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 更何況你又占了那個 要費資源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先假設她是有錢好了 所以她是一個嘴臉對不對 有一種有錢人很奇怪 就是 在我看來這不是有錢人 但是她又真的有錢 怎麼說呢 就我有一個朋友啊 她做那種音響的 就是說幫人家做那種豪華音響設計啊 因為這種音響不是說 家庭戲院那種 不是來裝兩個喇叭就好的 那個要去幫你帳梁 要幫你規劃 那個可能貴一點的幾百萬 甚至七八百萬都有的 那反正這個 富婆啦 因為她呢就到這個 我朋友的店裡面 要去挑音響這樣 然後呢 每次進來看 問老半天喔 那看起來都好像要買 因為看起來樣子也挺出光寶氣的 所以她才會覺得她應該是有錢人嘛 但是 通常 一般我們 市井小民的心態都覺得 有錢人在決定很多事情的時候 因為她覺得這便宜嘛 就麻沙利 就麻沙利了對不對 她比較不會去問東問西的 當然我也不是說有錢人 你不應該問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們一般人認為嘛 那她就看東看西呢 然後就 當時知道她有錢嗎 不知道 當時是看外表 從外表看起來 然後看她開的車 因為她大概差不多四五十歲 的感覺啦 所以就是 就是說 就算超過那個年紀 她可能也保養 四五十歲就說老太太 對 對 我們講婦婆 我們講婦婆 那我們講貴婦好了 然後就要笑路 然後呢 她就是 等於說 常常來看 但是沒有一次 開口要買 那就這樣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看好幾次 不是好幾歲 真的看了兩年 那這個 我這個朋友就覺得很奇怪 她就是到了 她已經來看一年多 她實在受不了 她就問她說 這個小姐 其實你都已經看到我們 都已經認識你了這樣 你都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我小孩都小學生 升高中 對啊 你說兩年是不是這樣 所以她就說 國中變高中 你有沒有看到你喜歡的 已經讓你從一代看到 二代看到三代了 因為你知道這種 3C產品出得很快嘛 而且蔡琦那首歌 窗子都敲破了 是 到底在 誰都敲到我窗 你到底在考慮什麼呢 還是說 那這女生就 這太太就跟她說 我在想說 這個音響的大小 我現在是擺得下去 然後這個如果 我掛在那邊會怎麼樣 她說 那你幹嘛想呢 你就告訴我們嘛 我去你家幫你丈量就好啦 那這太太就說 我家 我很怕你來丈量 如果不合的話 這樣子好像我 佔你便宜嘛 等於麻煩就對了 就是等於說 你來不合 我來不合 我來不合 所以我才會一直來看啊 那因為我朋友已經 到一個非常厭煩的地步 他只告訴我沒有關係 一直來看 一直來看 當然我也沒什麼損失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哎呀我們沒有做成生意 就是 也覺得可惜嘛 我們做生意的人 所以今天 對 你會一直來看 就代表你對我的產品 是有興趣的嘛 不然你不會一直來嘛 也問了那麼多了 我告訴你 我去幫你量一下好不好 那如果說今天真的不合 因為你現在看中這一組 你只是怕不合 我不會收你錢 好不好 我東西搬去 沒有成功 我就搬回來 一毛錢都不跟你收 那這女生就是 勉強的答應了 這樣 那就給她一個地址嘛 好 那我這朋友送到之後 哇 這個地址呢 因為我們都講地址 高級地址 沒有我們講地址 不知道她在仁愛路幾號嘛 你知道地址是仁愛路幾號嗎 不曉得嘛 但我們知道就是在仁愛路嘛 對 她是看仁愛路 然後就開始找到她 過這一道 哎呀 這個地址 這不是地址嗎 這樣子 哇這個女生真的是貴婦啊 這樣 所以她就 她就心想說 那這樣來裝如果 地址應該都很大嘛 對不對 隨便裝也裝得去 想說這筆錢應該是 嗯 很難的 很難的 就請警衛然後叫她來 那這個 這個父婆就請她上去了 過不了 她到家她差點眼珠子沒掉下來 你知道嗎 就一個 金碧輝煌 不是美人姐 一個這麼大的豪宅 一兩百坪的豪宅 她進去一看 桌子非常的舊 沙發也很舊 然後呢那個電視還放在地上 你知道她沒有電視櫃 嗯 然後呢她的一些 有些名畫啦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名畫 也都沒有掛在牆上 嗯 就搁在那邊 然後她就問這個 她看的時候 她就好奇 就說欸 這某某某某某太太 欸不對某某女士這樣 你知道這些東西 怎麼都不掛起來 某某不贏啦 對 因為她就一個人 住一兩百坪 這怎麼不掛起來 你為什麼開著賓士名車去做回收 哈哈哈哈 就是這種感覺 你知道到她家去 你才發現說 她不能說是家徒勢力 而是說她所有的東西都不是新 都舊舊的 然後甚至很多東西都沒有歸位 那她就告訴她說 嗯 因為我搬進來這邊 也是從我去看你的音響 那一刻搬進來 對 兩年多了 已經也住了快兩年了 嗯 但是呢 我沙發就是找不到我喜歡的 嗯 電視櫃呢 我也要考慮好久這樣 對 那音響是真的我覺得 我是很追求這種享受的 所以 你這麼說我才讓你進來裝這樣 好那那算了嗎 她不擺 她不擺新沙發 不擺電視櫃 她家的事嘛 我就趕快把我的音響裝好啊 但你知道她要走那個線喔 一般來講 就是要有個電視櫃去遮線嘛 嗯 你理解我意思 要不然她都沒有啊 電視就放在下面啊 讓她捷 把她接好之後喔 size完全符合這樣 欸這家庭影響很棒 但是這個貴婦怎麼看怎麼起 她說這鮮為什麼會在地上 嗯 她不是可以到天花板上面去嗎 嗯嗯 那我朋友跟她說 呃這是兩種做法 我們也可以走天花板 但是看起來你這個天花板 已經是做死了 嗯 因為通常裝潢會是你要走線 天花板還沒做 先走然後再蓋起來嘛 所以我一定是走地上 嗯 因為你這個房子有地毯嘛 我就把你藏在地毯里面 可是你电视柜这一块呢 这个地方我实在没办法藏 因为你这边没有地毯 没有柜子也没有地毯 你有柜子放进去就看不到 那这贵妇就说 哦 那这样好了 你现在还是把它拆一拆好了 等我买了柜子之后 你再来装 装了呢 我装好了 你就买柜子再把它装上去就好了 贵妇就说 可是我现在还不愿意跳到柜子啊 我这样看 我会碍眼啊 你知道她那种心态 那一下柜子我只挑两年 所以你想想看 就是对这个要去 这个老板他心里有多干啊 你知道吗 就说你不是有钱人住地保 我这个影响 好啦 对一般上班族来讲 一两百万是贵啦 但是他其实也不知道 他到底几经几兆中 他只是觉得说 你可以住地保应该还算有钱吧 但是怎么脾气会这么古怪 然后买东西这样子 所以最后他没买 最后只好拆掉回去啊 然后拆掉回去 他心里想说 下次你再来给我买 就这样 老子绝对不卖你了 这样子 但隔没几天这个柜子 又来了 就跟他讲说 我的柜子买好了 这样子 所以你要不要来装音响 那你说他这笔钱要不要赚 要 当然要赚啊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 他又傻眼 因为他买的那个柜子啊 本来预期应该是要这么 比较不较大一点 你才可以遮到全部 他买了一个不大的 对 然后就 然后那个朋友就 带一模一样的东西去装嘛 你看他说 啊 这个太太 我剩这两块这样怎么办 对 他说我不知道啊 你是专业 你告诉我怎么办啊 如果这个没有遮起来 你今天还是要拆回去哦 还是要拆回去 对啊 那最后他帮他想一个办法 他只好自己倒贴 送他两个直立音响 他本来帮他选的没有直立喇叭嘛 他只好装两个直立 把他上去遮 但是太太说 我的预算就只有你讲好的那个钱哦 所以他不要 柜子的钱他也要 没有柜子的钱他自己买了 就这两个直立音响 只好送他 要不然我朋友觉得 我光那些工钱哦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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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有赚到啦 啊有赚啊 但是就是说遇到这种 有钱人不甘不脆的啊 就觉得整人嘛 OK来我们先休息 我觉得有钱啊 就不没 学习就看你去的 如果大家讲